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五华香北淘机 我最快 今天我们依旧来到全国最大的二手机批发市场 关注我所有手机的批发行情都在这里 今天呢 有位粉丝预算在1000多 让我们帮忙安排一个要支持5G网络 内存要大 并且屏幕要大 续航要好 那么今天我们就去市场给这位粉丝安排 3000多的预算入手什么苹果的机器 性价比会比较高一点 可以选择我们喜欢这台苹果刹s max 这是一台无所256g的外观橙色呢95成星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3100左右的预算 手上这台机器呢 我们也是帮作为四川的老粉丝王先生去市场拿的一个机器 作为粉丝呢 之前是在我们这里入手了一个苹果小吧 自己平时比较爱玩游戏 所以是想换一个屏幕大一点的机器 苹果xs max 内置a12的处理器 游戏性能强按屏幕呢 也是采用一个6 5寸的二一楼异地屏 显示效果非常好 屏幕尺寸也呢 也是非常的大 同时续航方面 电池容量也是有一个3174毫安 不论是作为主力机还是游戏机 用个两三年呢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苹果12polo呢 最近市场也是跌了不少 手上这台是一个12polo无所128句的 外观橙色呢 久久成熙 没有磕碰划痕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5200左右的预算 相比之前拿货呢 也是跌了200左右 目前性价比呢 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手上这台机器呢 我们是帮作为浙江的粉丝 陈先生去市场拿了一个机器 这位粉丝呢 也是关注我们大半年的时间了 经常看我们直播撤击 所以是很放心 让我们去市场帮忙挑一个橙色好一点的机器 12polo内置a14的处理器 性能方面不用担心 同时呢 屏幕也是采用一个6点一寸的ol 异地屏 整体的一个握起手感呢 也是非常的巴适 一只手握着打字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后置三个像头1200万的像素 同时呢 也是支持5g网络 如果有双卡需求的话 还可以改双卡 现在我们再来帮这位广东的老粉丝杜先生去市场拿一个苹果13 手上这台呢 是一个黑解无所128句的外观橙色99成星 没有磕碰划痕 电池效率也是100的 这台机器呢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也是在一个4800左右的预算 相比前两个星期拿货呢 也是跌了200左右 目前也是非常值得入手的一个机器 屏幕呢 也是采用一个6点一寸的ol 异地屏 内置a15的处理器 后置双色1200万的像素 同时呢 拍摄视频多了一个电影效果 续航方面呢 电池容量也是有一个3095毫安 正常续航14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 仔细检查机器各项功能没有什么问题 其他的我们就带回家直播监测机 百元机首选苹果机型 他就是我们手上拿了这台苹果小八黑解64g的外观橙色呢 求无诚心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也是在一个 900左右的预算 性价比呢 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相比苹果六跟苹果区续航上了拉垮问题 苹果小八呢 也是要好很多 首先呢 它是一个内置a11的处理器 游戏性能非常强悍 运行高配置游戏呢 也是不会卡顿 屏幕也是一个4点7寸的 后置单向头1200万的像素 同时呢 也是支持前置指纹识别不到1000的一个预算呢 拿来单主力机或者游戏机用个两三年呢 这款机型也是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的一款机型 然后我们再去安卓市场 帮助湖南的粉丝李先生去市场拿一个华为妹的 三林polo 手上呢 这是一台5g版本8加256g的 外观橙色呢 也是个99成星 没有磕碰划痕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4000一左右的预算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相比全新机呢 这里也是有一个2000多左右的差价 屏幕也是采用一个6 5三寸的刘海屏 握取手感呢 也是非常的巴适 后置四个像头4000万的像素 内置搭载麒麟990的处理器 性能方面呢 也是不用担心 同时呢 电池容量也有4500毫安 接下来我们再来帮追北京的老粉丝王先生去市场拿一台华为妹的三林polo 保时捷 手上这台呢 是一个12g的运行512g的内存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6700左右的预算 相比全新机 这里是省下了6000多左右的预算 这位粉丝呢 之前是在我们这里入手了一个妹的三林polo 用了一段时间 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也是在我们这里再入手了一个这个机器 三林保时捷内置也是麒麟990的处理器 支持5G网络 屏幕也是采用一个6 5三寸的瀑布屏 后置四个像头4000万的像素 电池容量也有4500毫安 仔细检查好机器外观 橙色其他的我们就带回家 直播间侧机 1000左右的预算 最具性价比的5g手机 他就是我们手上这台三星s15具版本8加256g的外观城市呢 也是一个99成心 没有磕碰划痕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也是在一个1800左右的预算 这款机器呢 也是目前市场非常火的一个机器 首先呢 他不仅支持5g网络 而且还是一个256g的大内存 屏幕呢 也是采用一个6 7寸的三星2k楼性屏 不仅屏幕显示效果好 而且后置拍摄呢 也是非常清晰的一款机器 同时 续航方面电池容量也有一个4500毫安 拿来当主力机用个两三连呢 也是非常 不错的一个机器 两间卓的预算就不要选择什么p30或者p30polo了 不仅价格贵 而且续航还没有mate20polo好 我们所要拿的这台呢 就是华为的mate20polo8加128g的外观橙色呢 也是一个99成心 没有磕碰划痕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也是在一个2200的预算 相比p30p30polomate20polo呢 它的续航也是要更好 电池容量呢 也是有一个4200毫安 屏幕也是采用一个639寸的双曲面 二楼异地屏 后置莱卡三色4000万的像素 同样也是采用麒麟980的处理器 游戏性能呢 也是不用担心 拿来当主力机用个两三年呢 也是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差不多先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更多华翔北淘鸡视频的 我们下期再见